一心为我消费 我就能获得亿万返现 顾明达在他后妈的酒里下了评鉴不能移 药效发作后 刘玉荣倒在了酒店门口 好在我派出去的保镖及时赶到 唐少 查清楚了 林斌和刘玉荣一起去了醉香楼 M的 看来昨晚就是林斌把人带走了 两人都感到非常无语 本来今晚还打算一起双排 这时电话响起 顾明达听完电话内容脸色大扁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我刚才接到消息 刘玉荣把剑材卖给了林斌 保税区的项目又开始动工了 什么 他不是说过不会缠和这件事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 之所以让顾明达下药 就是为了将柳玉荣彻底掌握在自己手里 其实我觉得 咱们一开始就不应该逼得这么紧 否则的话 柳玉荣也不至于出尔反尔 哼 你是在怪我了 顾明达你好好动动脑子 柳玉荣既然现在会变卦 那就说明他本来就靠不住 要不是昨天你失手了 事情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 唐少 我刚才太激动了 所以说错了话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给林斌松点蓝色药片片注注相 你也能有点参与感 唐玉这次彻底被气坏 不过马上冷静下来开始仔细思考 明达你好好想想 林斌还有没有什么弱点 咱们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 不让他倾家荡产 实在是让我来泄心头之恨 唐少 TT集团的规模也不小 而且林斌又不缺钱 怕是没那么容易 不就是有点小钱吗 我就不信了 他的钱还能一辈子花不完不成 唐少 有了 想要对付林斌 单靠咱们虽然做不到 可是跟他有过节的人可不少啊 你别忘了 宋星辉和王兴思 可是都跟他有过节的 就宋星辉那熊样 就算是拉上他一起 又能把林斌怎么样 唐少 话不是这么说的 林斌虽然有钱 可双全难敌四手 他也不可能比咱们几家家起来还有钱 不错 你说的很有道理 既然如此 那咱们亲自去一探魔度 找王兴思商量商量 第二天到了魔度后 卡卡 唐少大家光临 我有事远赢 恕罪恕罪啊 好了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心思你就别客气了 打完招呼简单聊了几句话 唐少 你最近不是在江城忙着大事 怎么突然跑来找我了 然后顾明达江宝市区的事情 还有此次来的目的大概讲 这林斌竟然这么不识抬局 唐少你就放心吧 这事算我一个 刚好我们今年投资的大制作电影 也快要上映了 本来就准备跟他正面打了一台 什么电影 唐少有所不知 林斌搞了个天马娱乐 今年投资了一部地球大爆炸 本来说好了大家一起合作的 结果那家伙却翻脸不认人 王少 那你们华纳的电影 已经拍摄完成了吗 早就拍完了 就等着找个合适的 当期宣传上映 而且据我了解 天马娱乐那边 现在也已经进入 最后的特效制作阶段 说不定今年也会上映 到时候就能比个高下 王少 我听说林斌那部电影 可是投资了30亿 甚至还专门搞出来一个影视城 更 什么影视城 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的旅游项目 能有多大规模 这一次我们投资的星际旅行 可是足足耗时三年 请的全都是一线大明星 还有天王以后加盟 投资更是实打实的有时景 我有信心 这一次华纳的芯片 绝对能创造国内票房的石化记录 那太好了 以我对林斌的了解 那家伙仗着有点小钱 更是目中无人 既然如此 那咱们干脆就跟他赌一把 你的意思是跟他赌票房 不错 既然王少有信心 那咱们就不妨赌大点 让林斌栽个大跟头 唐月若有所思起来 毕竟刚吃的亏 让他长的教训 王兴思察觉到唐月的表情 林斌的天满余乐 不过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 地球大爆炸 更是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用的也都是一些不入流的演员 至于那三十亿的投资 有多少水分我就不说了 他怎么可能比得过我们 既然有把握 那咱们就好好计划计划 将成这边 曼清 公司现在已经走伤正轨了 有些工作你也该交给其他人去做 免得累坏身体了 你要是没事 就去找那些相好的 别来打扰我工作 什么相好的 亲瞎说 这时全影走进了 林总 唐月和顾明达又来了 而且还带了两个人 在外面等着要见你 他们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 没有 只是说要亲自见你 难不成他们又想对保释区项目下手了 就凭他们两个 做梦吧 随后我走进代科室 代看清四人后 这四人居然都互相认识 看看林总 咱们又见面了 这不是华纳影音的王总吗 金儿个乖的什么疯 怎么把你睡来了 我对这个老王印象很深刻 只要票房超过对方 老夏就让我尝尝女同志的味道 而王星思虽然边上女明星很多 但是他一直对夏末这个妖精念念过 林林 你敢不敢跟我们赌一把 赌什么 你的天马娱乐不是也拍摄了一部科幻电影 刚好我们华纳也有一部科幻电影要上映 咱们就赌谁的票房告 怎么样 你确定要跟我赌 不错 不仅是我跟你赌 而且我们几个人都要跟你 那你们想跟我赌什么 哼 林斌 你不是想挖我们星辰唱片的歌手吗 咱们就赌这个 如果你要是赢了 星辰公司旗下的歌手随便你选十个 不过你要是输了 就赔我一百亿 另外 我还要慕文君 我和宋少一样 赌华纳的十个明星 人选你自己定 你应该知道华纳里的女明星可不少 而且质量都不错 不过如果你输了 就赔我一百亿 还有夏末 我跟你赌TT集团的股份 TT集团现在的市值跟化天实业差不多 我拿20%化天实业的股份 跟你赌TT集团的 现在的TT集团总市值可是超过了千亿 20%的股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这条没牵扯到任何人 你呢唐月 准备给我赌什么 呵呵 我听说林总你钱多的花不完 那咱们就赌钱吧 一百亿 唐月都是空手套白狼 没什么产业 干脆就直接赌钱 这一百亿可是他的全部身家幸运 四个人加起来至少有五百亿 说完了吗 说完了的话 那就滚蛋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赌不起 区区几百亿而已 有什么赌不起的 既然这样 那就是答应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你们几个加起来 才赌这么点 我可没兴趣陪小孩子过家家 那你想怎么赌 既然要赌就赌大点 一千亿 我不管你们四个怎么分 只要能拿出当价的东西 那咱们就赌 唐月几人面面相去 虽然他们有四个人 可平摊下来 每人至少也要出二百五十亿 本以为开出的条件已经够吓人了 没想到林冰竟然还加价了 行了 你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吧 什么时候把钱凑齐了再来找我 哼 你能拿得出那么多现钱吗 我的事情不用送少操心 而且大不了还有TT可以抵押 倒是你们四个大少 不会加起来还凑不够一千亿吧 哼 不就是一千亿吗 瞧不起谁呢 你等着 周曼清得知赌约后 阿斌你怎么能这么冲动 那可是一千亿啊 难不成你要把TT给卖了 曼清你就放心吧 我才不差钱呢 虽然这场赌局还没确定下来 可他还是有些担心 可是万一输了呢 那毕竟是一千亿啊 呵呵 我怎么可能会输 不就是票房吗 大不了咱们刷上去 那四个家伙加起来 也掏不出多少钱 咱们这次稳赚不赔 你想得倒霉 别人肯定不会让你钻这个漏洞 曼清 这事你就先别操心了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 电影弄到哪一步了 还是先给老夏打个电话问问吧